一身大红耶诞妆 外籍英文教师玩起cosplay 打扮成耶诞老人 当起关主 等着新北市20所学校的同学前来闯关 过程中学生必须全程用英语和外师对话 透过有趣的活动 让学生能跳脱课本的学习 主动开口说英文 将外语能力落实在生活当中 因为这样子的话 是增加我们对外国人聊天的机会 然后在闯关的过程中 也增加我们很多英文单词 为了提高学生 学生们学习英文的乐趣 新北市教育局举办乐学英语show party 透过闯关活动 让学生们在游戏中训练英文口说的能力 现场热闹的气氛 就像市场盛大的耶诞趴 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蒋伟明 也粉末登场 以一身耶诞朝南的扮相 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圣诞节 它是说我们北半球过圣诞节 跟南半球过圣诞节不一样 所以我这身打扮是南半球过圣诞节的 谢谢各位 所以各位同学知道 外面学英语很贵的 所以我每次在这边 都听完我就觉得我赚到 就觉得收获的非常多 目前新北市中小学 共聘有85位外籍英语教师 未来也将持续增加外师进入教学现场 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互动 帮助学生勇于开口 不再害怕说英文 一起大唠ABC 中间新闻 无量显板桥报导 好 好 好